另外淘基传播链延烧 确诊行警的小孙女 她不满5岁也染疫了 新停止18.8 还好她的足迹相对单纯 每天都是由确诊行警接送上下学 而现在卫生局针对她就读的幼儿园 匡列裁剪师生还有家长总共448人 结果还在检验当中 另外经过了第二轮的异调 也发现这名行警 曾经在2月13号 接送在北投某饭店工作的女儿 返回台北的住处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 将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6万块钱 临时接到停课通知 民众赶来接小孩回家 但更让家长忧心的是 疫情可能烧进孩子就读的幼儿园 昨天裁剪的结果 有一位她的孙女 那么就读某幼儿园 那昨日这个裁剪后 这确诊CD值18.8 15号确诊的航警案19763 在机场负责确诊病患后送的工作 感染源不明 而且病毒量不低 匡列同住家人 16号发现她每天接送上下学的小孙女也染疫 还好足迹相对单纯 针对她就读的私立乔游幼儿园停课14天 匡列裁剪师生和家长448人 另外94人居家隔离 不过经过第二轮疫调 却发现航警的接触家人不止这些 除了有跟这个孙女的这个接触以外 她在2月13号 那么有到北投去载她的女儿回到台北的住处 根据了解 确诊航警的女儿平常住在台北 在北投某饭店工作 2月13号案19763 曾来接送女儿从饭店返回台北的住处 但第一时间疫调却为告知 被疫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开罚6万元 桃园市府紧急通知台北市卫生局 进行进一步的疫调 大批幼儿园的私生和家长 也还在等裁剪的结果出炉 只希望尽快阻断病毒传播链 避免疫情又出现破口 记者林住强桃园报道